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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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邀請到我們的來賓 然後今天他要跟我們分享一些關於運動的 音樂 音樂 各位在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叫Ray 我自己本身呢在過去我是東海游泳 游泳校隊的成員 然後我在過去呢 也曾經是中華民國海報協會的游泳教練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救生員 嗯 那我過去呢 是一個非常 Active 算是一個非常Active的啊 但是我從小就胖你知道 就是很多人都說就是 你覺得是體質嗎還是 我覺得體質跟這個生活習慣應該有關係 其實吃好睡好很重要 所以是吃的蠻好的嗎 對可能以前就是都是吃好睡好 然後也吃的很好 然後麥當勞炸雞什麼都不會少 還有披薩 對不對 一定要的嘛 吃的好這樣才有心情做其他事情 真的 那我們今天會邀請到 欸你沒有自我介紹你的名字 欸有啊我說我叫Ray 我們要用Ray名字 OK好我們歡迎Ray 對不起這組成好不專心喔 沒有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你以前是游泳校隊 對那你現在還游泳嗎 我現在比較少游泳了 現在比較少游泳 對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因為 呃第一個是現在疫情嘛 所以你沒有地方有游泳池 對 而且又擔心被傳染 但是這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是說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覺得說 喔重新又想要Be Active 就是重新開始運動 呃其實我從來美國的時候 我開始 呃其實因為我之前是游泳校隊的原因嘛 所以我們也常常會去健身房 會去做一些重量訓練 對 呃做一些有氧訓練 呃那像美國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的這個健身房 其實非常非常的這個 呃很多到處都是 對 所以我當時也加入健身房 可是我後來發現 在健身房裡面的這個效果 其實 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是沒有請教練的沒有那麼好 還是進去看到很多妹妹沒有那麼好 欸其實都有 對 因為就是就是有辣妹很多嘛 對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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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型的都有這樣 真的就是每次一去就要找 特別要找這個亞中女生多的這個健身房去 這個有需要的話再偷偷留言 思訊思訊 我們告訴你在哪裡 雖然說現在都關著 對 現在都沒有開了 那可能還是 那你分享一下 既然健身房都關了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家運動 我其實從大概兩年前我開始在家運動 那為什麼在家運動的原因是因為 去健身房它讓我花的時間比較多 也就是說我今天去健身房我可能運動一個小時 可是實際上在我的生活當中我需要花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去 去occupy我這個人生當中的兩個小時在健身 可是實際上我運動的效果只有一個小時 就可能你只有花一個小時在運動 那其他時間可能commute啊 或者是你需要準備你的製作啊 洗澡啊 或者是你在那邊等人家啊 喔等製作也是要排隊 然後如果看到比較可愛的小女生要等一下 對 看到可愛小女生要去跟她講說 欸那個你這個動作好像有點錯吧 我來教你 我來教你這樣 哥哥不可以這樣 沒有 A姐拿叔叔把他抓走 這位大哥哥 當年是叫大哥哥現在叫大叔這樣 這位大叔 Don't touch me 這樣子 好 但是你在家運動啊 你有跟我提過說 你試過P90X還有P90X3 然後接著你又試了T25 Insanity 30 我也蠻常聽到我其他患者在跟我分享這些運動 然後呢 你可以跟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這些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我們只聽到一堆數字 所以是有數字有任何意義嗎 還是說他的運動的那個pattern是什麼 OK P90X跟P90X3 他是同一個教練叫Tony Halter 他所這個在網路上的一個運動平台 頻道所推廣的一個這個運動的program 那P90X他的時間 他是最最初代 我們講說Tony Halter他的最初代 所以大概兩三年前這個program就已經存在了 那他的這個運動的這個整個program的時間 是一個小時 那這一個小時當中 他每一天都會有不一樣的運動 去focus你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可能我今天是練胸啊 然後可能明天練腿啊 後天練背啊 然後某一天是練Yoga去做伸展 所以就是這整個program當中 他幫助你去訓練到你身體不同部位的 muscle 所以你當時有需要用到equipment 是這樣嗎 因為你說重量 是說你家裡還是要準備一些東西才能跟 對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p90X跟p90X3 這兩種 他的不一樣的點在於說時間 第一個p90X是一個小時 p90X3是30分鐘 那p90X跟p90X3他的共同點是 我們都需要用到equipment 都需要在家裡去預備一些器材 什麼樣的器材 比如說像是dumbbell 比如說像是yoga mat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彈力神 然後如果你家裡有可能的話 你可以去準備pull up bar 那種就是pull up bar 就是台 就可能 對對對 就是做這個引體向上 就是他有些在門那邊就掛在門上 對不對 就掛著去做 所以這個是p90X跟p90X3的共同點就是你基本上需要 那你有覺得這個運動過程比較接近男生可以做的呢 還是說女生也可以做p90X的運動 其實都可以 我認為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其實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主力訓練 我們講做就是非優樣的運動 所以你是說這個運動裡面有非主力運動還是說你覺得說開始使用這些課程的人他必須要有一點的運動員的基礎 不用 都不 我不認為需要 可是當然有一些知識如果不正確的話很容易會有運動傷害 那所以其實最好還是要有人教或者是有人帶去讓你的知識變正確 然後你也要知道怎麼樣才不會傷害到自己 所以我從專業角度我會建議說如果說你完全沒有重訓啊或者是這些 因為重訓你必須要提這些運動重量嘛 那沒有這些經驗的人我會建議你找專業的trainer教練 make sure那個教練有執照 然後請這個教練呢 從旁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你運動的過程有沒有知識正確 或者是找專業醫師物理治療師 我們都可以幫助你確定你的姿勢是正確的 因為當你的姿勢不正確的話這整個過程就是 等於是人家是四倍公辦 你是四倍公辦 對他就變成四倍公辦 對四倍公辦 沒有他不一定有功 他就是打折了 就是你可能四倍然後你看如果受傷的話 你可能接下來兩個禮拜不能運動然後就更糟這樣子 對就是你又受傷然後肌肉又沒練成 然後就是整個就是完全打折了 這樣子 那你剛剛也提到後來你就轉到 insanity30跟T25 那很碰巧的是我也有其他患者 他們的循序漸進下也是經過這個T90的 P90的過程然後接著就開始 try這insanity 然後他還說他也提到說 insanity有30啊45還是什麼的 對那你從那個過程這從開始第一個到目前正在使用的insanity30的program有什麼變化幾個月多久就是你做了什麼改變 我為什麼會從P90X轉到P90X3 然後從P90X3轉到insanity 或者是這樣 講說他原本是T25然後他有另外一個insanity30到現在我做的insanity30 那這個原因其實是因為本人比較懶 時間問題嗎 時間問題 就是說可能一個小時運動跟30分鐘運動或15分鐘就可以運動的話 你會想要在最短時間達到效果是這樣嗎 OK 其實我們不是要在介紹這個program不是在賣這個program 我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個人的運動經驗 因為像我自己也有經歷過想要運動然後想要瘦身或增肌減脂 然後就覺得說就是看是要吃多一點能夠增加肌肉呢 還是去運動呢增加肌肉呢 然後真的要瘦身的時候是要跑步呢 Cardio還是做哪一種Cardio 我們都有經歷過這個過程 而且很多女生應該都知道正多厭吧 OK 我是不是做我做正多厭的時候已經我已經瘦下來了 OK 但是我沒有真的很認真去跟他試整套program 因為我會去嘗試這些program 都是想知道裡面在教什麼 當我在面對我的患者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他經歷什麼樣的不舒服 跟他在做姿勢會不會在某一些動作 其實因為肌力不足或者是因為有脊椎歪斜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辦法perform那個pose 我們會知道怎麼去矯正他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過程呢 剛開始進入這個運動 大家一開始運動都是想要減肥吧 對所以不是說我們肥 而是說就是想要增肌減脂 那認識我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在高中以前我其實是皮包骨 就是連我爸都會說你太瘦了 然後上了大學之後就多吃然後就有長肉 然後一直到念研究所的時候還是偏瘦 可是就是我就接近畢業之前我都覺得說 欸我做這個cowpatro需要很足夠的肌力 不只我要有足夠的肌肉量 而且要足夠的那個 我們在講肌肉有分平衡 有就像你講的阻力 我們需要有它有strength 然後我們還要有那個爆發力 就是在瞬間你可以提起多大的重量 所以在美國的運動過程中 他有很多種運動的 就像飲食有不同的療法以外 我們的運動也有不同的取向 就說你今天的目的是增加肌肉 還是你的目的是減少脂肪 還是說你是通寧 還是說你就只是要心肺訓練 那所以我也經歷過這個過程 我一開始懵懵懂懂的時候 就覺得說那我就是吃嘛 就是吃才能增胖 才能先有長胖的再來長肌肉 就會覺得說啊什麼都吃 然後太水化物什麼都大量吃啊 然後結果長了一身油 卻沒有長到肌肉 有沒有這個過程 有有 對就是以為說 在沒有任何營養學的概念之下 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大量吃才能長啊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能量 我怎麼長這個肌肉 是這樣講沒有錯 但是我們沒有仔細去分析 你吃的過程中有分蛋白質 有分碳水化物 有分纖維還有其他的營養補充品 是 對 那我們沒有要建議你特別吃什麼東西 但是基本概念 我們可能之後 下一個段落會提到 那我想要請那個 Ray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這個過程 就是這個運動的過程 前前後後多久 就是說從P90啊 然後一直到現在 在3年後30 其實應該這樣前前後後做了差不多有五六年吧 六年了 對五六年了 其實這個過程還滿漫長的 四個滿漫長的過程 對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到我從我開始增增加 就是想要增肌減脂 結果沒有增到肌變增油的時候 就是大概是我的 我在研究所最後兩年 就是包括在委託 那其實活動量很大 人也非常疲憊 然後回家真的是虛脫 然後就覺得奇怪怎麼一直長 一直長 可是沒有長到肌肉 是長肉 然後當然力量有變大 因為你變得比較有 有分量嘛 可是真的要去瘦下來 去想要瘦出有一個型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非常的困難 是 最開始我們都會建議說 那先從有氧運動啊 就是可能跑步啊 然後減少 等於是減少你的熱量 配合心肺功能去運動 那你本身又是運動員體質 又更容易就是這樣子 像氣球一樣一下大一下小 因為你身體就有那個記憶 那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這個就是 先不知道要選什麼運動的時候 其實有 因為我覺得運動這個東西 一直都在嘗試 那我以前其實很容易 我腳底板會痛 我以前腳底板常常會痛嘛 那六年前嗎 還是開始運動之後 其實我覺得一直都會 就是我從當兵的時候 我在跑步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的右腳腳底板 其實一直都會有痛的感覺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當時候是 比較喜歡游泳這個運動 甚至我不太喜歡做這個 cardio 因為我自己在做跑步的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我自己的身體 非常的不平衡 然後 就是覺得重量一直這樣子 對 而且你因為腳在痛嘛 就覺得我好像跑步跑一跑 我就感覺 我要抽筋 我要抽筋 對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全身肌肉真的 那麼 對 就是我就覺得說 這些人跑步好厲害 所以我曾經想說我要跑步 有時候他就說跑步會瘦 但是其實很多人不懂的是說 跑步 對你可以減脂 因為是很大量的心肺運動 但是是有一個上上下下的過程 再加上 其實你的核心肌群要很 很通膩 就是等於說你要很結實的核心肌群 你在跑步的時候才不會受傷 很多人跑步的姿勢 其實骨盆前進啊 或者是 就是姿勢整個不對 或者是身體就是駝背在跑 其實那個受傷的程度 比你真正想要達到 心肺減脂的功能 真的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對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後來試過了嘛 跑步基本上對我來講不適合 所以呢我就想說 那我就重訓就好了 那我 可是我重訓之後呢 我每次回家 我問他說 你怎麼越變越大肢 就是重訓下來還是 那你是吃東西有增加嗎 因為你會比較容易餓嘛 對一個比較容易餓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有的時候重訓喔 我們沒有做到所謂減脂的這個過程嘛 ok 那所以我們 因為你沒有配合就是 cardio 我們剛剛講心肺運動嘛 嗯 有氧運動講錯了 有氧 對對對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 如果今天其實你 我們要讓肌肉好看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是說我今天中訓一直練就好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練肌肉的時候 肌肉它會越變越大 沒錯 可是我們 會長一大一小或是歪掉對不對 對也會 這是真的 很多人都說不會不會 是真的 你如果練錯或是 本身脊椎歪斜 你真的肌肉會長歪喔 嗯 我不是在恐嚇你 真的會長歪 真的會長歪 對而且再來就是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喔我只要做重訓就好 可是實際上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沒有相對應的 呃配合去減脂的時候 我們的肌肉越長越大 可是我的脂肪沒有變的時候 你發現你一直在練的那個地方 就越來越出去 所以反正你那個地方在視覺上面 它越來越大了 所以為什麼越變越大隻的概念 油包肉然後油也沒有真的被 對 被炸出去這樣子 對 OK 我們先進一段那個休息時間 然後我們再回來繼續聊 更多關於運動啊 或者是稍微分析一下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幾種運動 待會見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段 我們剛剛提到的各種運動 提到了我們開始運動之後 遇到的一些瓶頸跟困難 這都是二十幾歲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減重啊 想要瘦身啊 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然後再加上呢 二十五歲之後 我們的肌肉量本身就是逐年在減少 所以可能是你肌肉量本身就減少了 所以你瘦下來 也有可能真的你花了很多心力 所以你真的增加了肌肉 然後減掉了脂肪 我們要來談談就是你剛剛有提到的這些運動 我們就談你最近在做的好了 insanity is 30 對嗎 比如說像他的push up 他可能會有就是大概30秒到 大概50秒左右的push up 30到50秒的push up 然後push up完之後呢 你馬上接著換下一個動作 那可能這個時候就是sit up 然後呢這個sit up也是30到50秒 然後結束之後呢 馬上再換一個動作 然後就是這個squat 或者是弓箭步 所以中間都沒有休息嗎 有 就是他一次是三組運動 他大概三組運動連續三次 然後之後會有一段時間休息 然後呢 這樣的這一個 我們這個叫做一個段落 那他總共這個段落 總共大概會有三個段落 然後這三個段落就是 然後中間有兩個休息 就會有兩個休息 對 所以這個運動類型還蠻接近 就是我們講的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顧名思義就是高強度 就是intensity嘛 然後interval training 就是他是間歇的 就是說間斷的 那其實很多人在遇到運動瓶頸 或者是運動停滯期的時候 我們就很常會用這種就是 欺騙你大腦的方式 忽快忽慢 然後騙他說 因為我們運動到一定程度 我們身體就會覺得說 現在是舒服的狀態 就好比說 我跑步跑一個小時 研究有發現啦 就是跑步一個小時 跟跑步15到半個小時之間 其實那個燃燒熱量的效果 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說 就是說它真正的差別 就是燃燒熱量的差別 只在於你運動多久 就比如說你運動15分鐘 你當然只有燃燒15分鐘的能量 那你如果運動一個小時 可能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的能量 但是它的效果是一樣的 怎麼說呢 就是以 研究很喜歡去研究說 就是運動後的燃燒熱量 這個運動的 就是運動的強度呢 有沒有辦法維持一整天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特意去 選擇是飯前去運動 說我現在去運動 我現在去做瑜伽 然後再去吃飯 我不會馬上胖 因為你身體馬上在補足 修復你剛剛運動 受傷的肌肉 受傷的能量 可是其實 這些原因都是因為 當你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有一個 不是停滯期 你身體會適應 因為我們人是很容易適應的 的動物 OK 就是你很容易適應之後 就比如說 我現在這個天氣很熱 可是我一直長期在100度的天氣下 我可能一整年下來 我不覺得100度熱了 可是呢 如果說我一直都在70度的氣溫 然後我今天突然兩三天100度 我就覺得身體在冒汗 那是你身體的那個調節 正在去適應你的環境 所以當你在運動 比如說我還是拿跑步當解釋 就是如果你跑一個小時 然後你就是穩定的動作 你不去trick你的body 說我呼快呼慢 然後突然間就是爬坡啊下坡的話 你身體就會覺得說都穩定 你的身體的fight and fly 機制就被shut down 就是說你今天遇到 其實我們人體會運動 其實就是古代 我們怎麼講 仙谷的人 他們要就是出去打獵啊 去找食物的時候 就是怕有那個 就是動物會咬我們 或是來吃我們 所以我們要有那種file fly的 生存啊 對生存能力 其實運動都是在 在不斷的train我們身體的這種反應 所以當我們遇到那個 敵人襲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反應說 趕快跑 這是腎上腺素的刺激 那這些以上我們剛剛提到的 間歇運動 或者是這些高強度的運動 在欺騙我們大腦的過程呢 都是在訓練我們 刺激我們腎上腺素分泌 然後再去balance 我們的那個內分泌系統 是 所以 這個 Incending 30也是一種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那tabata我們過去可能很多人 女生也常常會去試這個tabata的運動 它也是類似這種 就是說 你今天很很很高強度的在30秒內 做一個比如說跳躍的運動啊 很快速的做這個運動 把你的心肺提升到一個 達到一個心跳 超過你平時的基礎心跳 然後再很快的休息一個幾秒鐘 然後再換下一個運動 然後這樣子不斷的就是interval 就是有快有慢 有快有慢 忽高忽低的方式去欺騙你的大腦 這些都是屬於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的一種 前提是 你沒有心臟都是正常的 沒有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三高的問題都要先注意 你才能做這些運動 孕婦啊或者是代產孕婦啊 或者是 剛生產完的孕婦啊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青少年啊 或者是老年人啊 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 我們還是要根據你身體的體質狀況 去選擇適合你的運動 然後 我們講到這些 我們總結剛剛講的這些運動之前 我們要再講到吃的 因為我們剛剛就說 不小心就把自己養你的 油油胖胖的 對 所以你那時候呢 你運動到什麼程度發現 好像真的是吃的問題 就好像我一直在 不斷的大量吃 然後也長了 肉 可是發現 我人比較累了 然後好像長到脂肪 不是長到肉的時候 是多久之後才發現 我在去年 我在去年 應該是 今年2020年 沒有 去年12月 去年幾個 前年12月吧 10月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 就是一直覺得 我自己是個靈活的胖子 怎麼樣叫靈活胖子 什麼叫靈活胖子 因為是我一直有固定運動的習慣 我也是游泳隊 可是游泳隊的運動員 基本上都是還蠻壯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小 小油啊 還會有一點點游泳圈 但是我不是只有小油 我是大油啊 OK好 我是很大的游泳圈啊 所以你還不是很滿意自己的體格 對人家說 是不是因為游泳隊 這樣子比較符得起來 對對對 因為你不能只有肌肉 你還是要有一點點油 你才會浮在水上 對這樣才油比較快 哈哈哈哈哈哈 開玩笑的 我們沒有再講這個理解 你看菲利普斯的那個 身材就非常的好對不對 所以不是對 不是游泳隊要游泳圈這樣 Anyway 對 所以 但是我一直覺得 自己是個靈活的胖子 就是說好啊 那也沒差我應該也是 也是個健康的胖子 比起這些 有一些人啊 就是在家裡又不動 對不對 然後但是又瘦瘦的 比起這些人 我應該還是算健康的吧 因為我有在運動 有在動就好了這樣子 可是好像 好像還是也在長這樣子 還在後期發育 對 然後後來 後來 後來呢 那天 因為我 透露一下自己的年齡 我已經35了 所以呢 我在大概33歲的時候 後來就那一天 有一天我就睡覺醒來的時候 我發現 奇怪為什麼我手麻麻的 是我昨天的重訓 重訓出問題了嗎 還是我怎麼樣子出問題 還是我昨天做什麼運動出問題了 覺得是拉傷還是說 脊椎神經壓迫 到底是什麼原因 到底什麼原因呢 不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如果是運動有問題的話 那我可能再等一個禮拜 可能再等一個禮拜 應該就好了 但是等一個禮拜 還是覺得 手固定有麻麻的 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結果我剛好有個 爸 我有個同學的爺爺 我說中風 你就很害怕 然後呢 他就說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 你爺爺的那個中風症狀 從哪裡開始 他說從手麻開始 我聽完就很嚇到 開始上門找到你 怎麼會這樣 什麼原因 那個中風症狀 那是其中之一 但是 是在很快速的 大概30分鐘內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動 沒有辦法講話 或者是沒有辦法 站起來 所以 還是有程度差別的 那 那只是說那個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說 我是不是因為真的 就已經太胖了 OK 那時候有一個警覺 那你 好 那是手麻症狀 你有去馬上去做健康檢查 說有沒有高血脂 高血糖高血壓 喔沒有 所以也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好我們先撇開 那 等到你發現 就覺得說 好像是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從哪裡去改變你的運動 或者是生活習慣 我後來就是有遇到 就是有那種減肥的成功的人 他們剛好在做一個飲食的program 那這個飲食的program當中 他就是使用了 就是一天可能要吃到七餐 那一天吃到七餐 然後呢 這吃的內容呢 裡面包含著 很好的優質蛋白粉 然後他的pd cost是等於1 然後是從他的油基農場自己出來的 然後也有nsf認證 那也吃了這種 維他命B 大量的維他命B 跟這個魚油 軟鈴脂 綠茶素的這些 這些東西 然後藉由這樣的program去 做一次的健康管理 然後去把我的這個體脂 藉由飲食習慣跟我的運動過程 然後把我的體脂降下來 OK所以簡單總結一下 就是他的運動還是沒有停止 但是後來發現 開始從飲食去改變 那最快速的方法 很多人就喜歡用營養補充品 譬如說蛋白粉啊 或者是說 我知道之前也有一些增加那個 男生的那個 有一種藍色粉末 藍色粉末 對 藍色小藥啊 喔不是啊 不是那個東西 但是他們有一個藥粉 就是不是藥粉 是營養補充品 他們說吃那個時候會增加他運動的時候 生成肌肉的 喔是不是Cretine 好像是那個 應該在講Cretine Cretine我也試過 OK好對 因為有在真的 very hardcore運動的人應該都知道 那我是也是從朋友那邊知道說 現在開始大家會去吃的東西 但是其實呢 我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蛋白質從你的食物就可以攝取了 OK但是可能你沒有辦法控制油份 所以你煮飯真的都要自己來 那如果你有興趣看更多 bodybuilding 的 information 你還是可以去看我過去有提到養生的 的 的品 的 欸我為什麼打結了 就是養生的那一集 還有一集就是和我的患者Cynthia 她也是一個bodybuilder 那他們已經consider bodybuilding as a 運動員的方式在進行這個職業 等於職業選手在做這個contest 那他們呢都是有專業很嚴格的去控制自己飲食下 去做這些增肌減肌的運動 那他們結論都是最後都不是吃的 這些補充品 最後都是吃正常的飲食 然後正常的運動 然後一樣最後還是要配合一些心肺啦 只是就是有氧我們老師打結 就是增加心肺功能然後還是要有有氧 因為其實健身是很傷身體的東西 對很多人都覺得說我健身我是把自己弄得很強壯 其實不是的傷害最大的是你的心臟 因為你心力不足的時候這回到中醫了 如果你心力不足其實你就是心肺不足心肺功能不足 你就沒有足夠的能量去做這些運動 最後你可能就是也有那種就是突然間長期都是運動的運動員啊 可能就是一個月去個旅行啊休息一下回來 又上健身房又上又跑上 踏上跑步機的時候那一秒然後就昏倒了 是 這其實是蠻多這種Case的 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但不代表說就是 assuming 你自己是運動員 或者你覺得說自己可以的話 你就去挑戰自己 所以我們剛剛也有提到這些high intensity的 你還是要有人陪伴 或者是說事實的 雖然他的program有一個過程 你還是要在這個過程裡面pick and choose 知道說自己的身體不行的時候 稍微慢下來 姿勢做對比repetition好 quality over quantity的去做這個運動 就是種植不重量嗎 對 剛剛Bara講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要剛好跟大家再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我在做這種high intensity authority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是說我always我可以跟上 那所以為什麼我會其實我會帶著我的 Apple Watch 那當然有些人用fitbit都可以去量測我們自己的心跳 我也有經歷過買fitbit來測自己一天的運動量 然後才發現其實我們真的一天要走到一萬步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且你真的去看 我們其實我們的工作在實習的過程 我們是沒有坐下來的 真的是騎來動騎來動騎來動 一整天下來等到你可以坐下來是下班開車的時候 但是還是沒有一萬步 對 所以 真的很難走到一萬步啦 對 所以你說你如果爸爸媽媽跑去走路 然後走了一萬步 他還跟我說他身體受傷 我覺得那是正常的 嗯 該看醫生 請不要追求那個一萬步 就是我還是要在這裡重生 雖然是我頻道 但我很需要給很多這種家庭觀念 很多人就會說 喔大家都說一萬步健康 可是你平常就是走不到一萬步 你要循序漸進 或者分批走 比如說早上走二十分鐘 中午走二十分鐘 晚上走二十分鐘 這樣子 對對對 對 那不要讓自己一下子overloading 那像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選擇insensitive 30 是因為它除了就是有一點心肺以外 它還有包含我的肌肉訓練 所以它不是只有讓我做有氧而已 那我的肌肉也各個部分的肌肉也都訓練到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最舒服的狀態是 我差不多我的心跳在90到130左右 這是減脂的心跳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增強心肺功能 你大概要150-180以上 就是你的正常心率 然後根據你的B&A去算啊 去算你的體型 然後你的重量 你的身高去計算 大概在通常大概是150 到180 有人經濟到200的心跳呢 那個是增加你的心肺功能 但也不是叫你一個小時都是這個狀態 可能就10到15分鐘 有pump起來就夠了 OK 然後你講的90到120左右 譬如說你正常心跳可能就是60到80 或是even 90 稍微緊張一點就是90 一般人呢 心跳可能60到80 如果說你是 也有些運動員在休息的時候 他心跳會掉到四五十 這也是正常的 這是運動員心跳 是 那不是我們講的不是那種 就是長期心跳的心率就是不整 心率比較低的 那就要看醫生 那如果你是屬於追求90到120 130左右 就是一個很穩定的 你如果今天去跑步機 你去量的時候 這個過程是幫助你減脂 因為你在減脂的過程 你不但吃的東西 你也要去刺激你身體去怎麼樣去分解這些脂肪 是需要氧氣的 所以當他去代謝他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真的減脂 Again 15分鐘是不夠的 但是15分鐘的效果跟30分鐘的效果幾乎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過了 你減脂你身體那個基本的率 然後你就進入到35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候 你是可以開始選擇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說 你可以在跑步機上去調整你的那個高高低低啊 上坡啊下坡啊 或者是跑步強度 這我們剛剛也都講過了 所以就是你開始做這個東西 你又有發現說 這個program有幫助到你就是 不但有心肺也有增肌 可是你已經沒有脂肪可以減了 你看現在多苗條 就是修圖一下 就是現在這麼苗條的狀態下呢 其實就不需要再追求那個那麼高的心跳 因為你其實長期下來你心肺是OK的 我們達到一個平衡之後 就不要過度自欺自己的心臟了這樣子 所以你一直有跟我說 就是你沒有真的完全就是照他的所有的運動 就是運動上會稍微去變化一下 對應該說我就是按照他 還是按照他的動作去做 但是做好做嘛 那只是說我沒有跟著他那個速度 速度 就是他沒有跟著他的速度去做 比如說他我可能這個螢幕 或是這個video已經做完三下 他已經做了三次了 我只做了一下 其實這也是我當時我去試鄭多彥的時候的做法 因為鄭多彥真的我有好多患者 因為鄭多彥回來跟我說身體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那你給我暫停 你給我休息 然後休息一陣子再繼續 但是繼續的時候就不是一模一樣的去做 他今天他必須要精簡的給你一個運動過程 That's the maximum 就是說最好的狀態 就是你身體已經到運動員的體質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麼多次 那不代表一般人 你平常就是做辦公室一整天回家 你還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 然後你累了餓了又吃了更多 最後完全沒有達到效果 對阿 所以你做了這個運動之後 你剛有提到我們講到蛋白質啊 然後你吃維他命B 我稍微分析一下好了 有一點點咖啡因呢 或是有些人會吃咖啡粉 或者是會選擇在運動前有一點綠茶粉 這些都是刺激 幫助你增加新陳代謝 所以你在運動的時候可以加速減脂的狀況 然後也可以幫助你腎上腺素真的刺激 不然B呢 就是怕你的心臟太累嘛 它會刺激你的神經系統 然後增加你的能量 這就是為什麼疲累的時候要吃維他命B群 所以這也是說 為什麼運動前吃點B 可以但不是要你過度去刺激你的心臟 你的心臟就不行了 然後你再去吃這個維他命 其實你整個運動下來 是非常傷身體的 然後我們再回到講到剛剛的蛋白質 我說過了 蛋白質粉是可以幫你快速的去量好 比如說我量杯就弄起來就放進來洗 或者是你的運動飲料 或者是什麼 現在還有流行綠奶茶 什麼綠拿鐵等等的 不管 反正你的目的就是因為你要達到你一天攝取的蛋白質量 蛋白質量可以算的是 其實每個食物只要有蛋白質的食物 你也可以選擇吃素 素食有堅果類啊 或者是任何豆類啊 還有就是豆腐啊 你想到的還有豆奶啊等等 都有蛋白質 OK 所以你不一定要選擇吃植物 你可以選擇植物性蛋白質 也可以選擇動物性蛋白質 他們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查每一個 你吃多重的肉類 多少多大的分量 它等於多少克的蛋白質 嗯哼 那 我們最快幾分鐘我們再換一下 就是 我們講到蛋白質的部分呢 是根據你的體重去計算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質克數 所以如果你的蛋白質選擇是說 我今天體重就50公斤 我們是用公斤去算 50公斤你就乘以1.2 那是正常而一天最少需要的蛋白質 所以可能就是1.2的話 我60公克的蛋白質就是你一天的攝取量 基本上你今天一整天都不攝取任何蛋白質的話 8864 8顆雞蛋 就可以滿足你一整天的蛋白質 OK 但不是叫你去吃 但你一整天只能吃8顆 就是 懂我意思嗎 所以沒有高攜子的問題 這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討論 但是這是正常的攝取量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增肌的話 增加你的肌肉量 你就要乘以1.5 一整天 不是說一餐 一整天下來1.5 那可能50乘以1.5就是 75克 OK 那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又要減脂的話 為什麼減脂就要更多了呢 就是要兩倍 就是可能要100克的蛋白質 然後再配合你的那天活動量 再決定你的碳水化物攝取 原因是因為 當你在增加蛋白質的時候 身體要代謝蛋白質 需要的能量更多 要更長的時間 所以它在這個過程 你也消耗到你本身的脂肪 去運用這個熱量 去代謝吸收這些蛋白質 這就是為什麼在減脂的時候 不是反而不吃 反而不吃你身體累累累的時候 它更會把你吃進去的碳水化物 全部吸收進去 所以反而沒有達到減脂的效果 這些概念很多人都很常問我 然後我很常在解釋 還是要找專業的營養師 專業的教練 專業的醫師 去跟你評估 你現在的體質 你現在身體的狀態 該怎麼吃